若华顶上莲花 和一二三四游巡 和百千万亿游巡 祝佛光明 和照一二佛叉 和照百千佛叉 为阿弥陀佛光明 无照无量无病无素佛叉 这些经文都非常重要 我们念的时候不能够诉佛 佛 有生光 有放光 我们叫佛光 通常有这两类 生光 长光 佛顶上的圆光 这是长光 佛的身体也放光 这也是长光 释迦摩尼佛的光 经书里面所说的 拔鞋 拔鞋 升光 如果放光了 那就不一样 祝佛所现的身 不相同 生光 也不一样 实实在在说 佛佛道同 哪有不一样 众生不相同 众生业障不一样 业障重的人见不到佛光 业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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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 能见到 业障 人 他就见到佛地光明 就比较大 业障很重的人 见不到 佛放光了 以后有识 这是就众生业力来说 另外还有一个说法 从众生的缘分来说 我们这个世间人也一样 遇到有缘的人就很关系 没有缘的人就不想跟他解密 缘也是光啊 那么从这个地方来看呢 我们就知道 阿弥陀佛与实法界所有一切众生 越最深 为什么呢 这一段事情祝福不一样 有些人在自己修行成佛的过程当中 很少给众生戒脸 只顾修自己 确实他成佛了 虽然发约 众生无边是缘度 这个约是完全相同 但是跟众生戒的缘不广 戒的缘不够深 我们又常常在佛法当中听到 佛不度无缘之人 这个众生跟众生没有缘 没有法子 世尊当年在世 东臣老母这个故事很多人知道 跟释迦牟尼佛没有缘 释迦牟尼佛做不了他 佛做一个事业 给弟子们看 东臣老母从这边来了 佛迎面走到那去 他马上转弯 别的路走 绝对不想跟佛见面 佛有能力要化身 到那边他又敢化 到最后 佛现在身四个身体 把他包围了 低下头来痛苦 也不看佛一眼 没有缘 佛叫他的学生 世尼佛去度他 世尼佛一去 他有缘 就度了他 谁跟谁有缘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想 祝福光年 这是讲放光 顶上圆光放光 或者是一二三四尤群 尤群是古印度 长度的单位 过去古大得翻译 游群有三点 大中小 大游群呢 和中国古时候 八十年 中游群呢 六十年 小游群四十年 说实实在在的话 中国古时候 所讲的这个理 比我们现在 都短 你看中朝时候 用的池 大概只有我们 现在的 现在一般的 世尺 大概只有六寸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 古书里面 人的个子 都是一丈多高 实际上 跟我们现在 个子还是差不多 它吃小 我们现在吃大 那么一游群 但是我们怎么讲的时候 应该也有 十里路这么长 光年就这么大 那个佛于众生的 愈生 他的光 不愈它 或者 八七年万亿 那么这以上呢 就讲生光 动物要讲 有缘 没有缘就不行 因此 我们学佛 要记住 佛法当中 常说 万般将不去 唯有 一夜随身 你在这个世界 什么都带不走 我们到这个世界来 什么也没带来 我们将来走 什么也带不去 这一桩事情 许多同修都知道 可是佛法里头 幻而有一句 唯有 一夜随身 那个能带得去 你的善心 善愿善行 能带去 你的卧心 卧月 卧行 也能带去 你带去的是善业 你来 神 感到善的果报 你要带的是卧业 那来神 是三层的果报 土报 六道轮回 之真 一点都不讲 六道轮回 什么人在那里掌管 在主持呢 这主持不是上帝 也不是严了我 也不是佛菩萨 什么人在掌管呢 自己的业力 这个要知道啊 如果明白这个道理了 了解这个事实了 我们要应当要干 带得去点 带不去的事情 不干 少干 带得去的事情 要干 要多干 诸佛菩萨 这是世间 一等聪明人 他们是专干带得去 带不去的 他们想都不想 帮助苦难众生 这个事情是带得去的 六道众生 都有苦 都遭难 什么难呢 没有知乎 遇事 如果你听了不高兴 你很生气 马上来反驳 那我笑笑 为什么呢 我说你遇事 你果然遇事 你表现出来了 你不承认也不行 说几句不好听的就生气了 说几句恭维好听的 你很开心了 这就叫遇事 自私自利 贪嗔痴慢 没有放下 六道凡夫 都是这样 你起心动念 也语造作 佛在地藏经上讲得好啊 福不是罪 福不是业 这一生 在这个人生 死了之后到哪里去 自己有没有想想 绝对不是说 死了就没有 死了就什么都了了 果然死了什么都了了 我就不会在这讲经了 后面找这个麻烦 死了就了嘛 讲经很辛苦很累 干这个事情干什么 事实真相告诉诸位 死了就不得了啊 你麻烦他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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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